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你们好 这是8月29号 明镜电视 法罪与社会的频道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呢 我采访了很多法律界的人士 主要是围绕在纽约发生的 起诉郭文贵先生的系列案件 那其中呢 有这个中国41家债权人的代理人 董克文律师 也有中国的职业律师赖建平先生 也有一位美国律师 今天呢 我请到的是一位在纽约职业的律师 我要请他来谈谈郭文贵系列官司中的 一些法律的疑问 现在请我们的导播 将这位嘉宾连线进来 高律师您好 你好 大家好 今天请到的律师叫高光俊先生 他是在纽约职业 郭文贵先生的这个系列讨债案件呢 也是在纽约发生的 因此呢 我今天请这个在本地有职业经验的 高光俊律师来给我们做节目 讲解一下这个官司中的一些系列的法律疑问 高律师呢 原来接受过我的不少采访 他是这个西郎政法学院的高材生 号称中国的黄埔法律黄埔军校 他最近他的这个同学里头又不少找被子 被抓起来了 消息不太好 但是高律师在纽约做律师呢 做的是这个争争日上 非常的这个羡慕他这个这么好的律师生涯 先给大家就是稍微的聊两句啊 高律师的问题 那么高律师我想直接的就问你这个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很多人 包括这个那天我问到的一个美国律师 他都认为这个41家公司到纽约来告郭文贵 他认为这个案子呢 纽约的法院没有管辖权 那么你认为这个管辖权有没有问题 管辖权是这一个民事诉讼的这个基础 一个关键 纽约其实对这个管辖权的 这个纽约的这个民事审判这个条例啊 实际上对管辖权有第一章就开始了介绍这个管辖权的问题 管辖权的问题纽约比较复杂 有守人的管辖权 也守事情的管辖权 如果说人员告被告都在纽约 或者说这些事情发生在纽约 或者说外国的公司在美国在纽约做生意等等 那这个管辖权相对就比较复杂 那我个人的基本的判断 就如果属于这个民事纠纷这一方面的东西 应该他有可能也许能够找到管辖权的基本的一些要求 特别是郭文贵先生已经是在纽约 那他可以有些牵强吧 但是他我相信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我觉得这个管辖权这些事情上应该是 他还是有很多基础可以去找的 很多法律的这个问题 他可以去寻找 找到这个管辖权 你就是说的还是有一些希望 去找到这个管辖权 因为这个官司呢 我给你介绍一下 就是说是北京的41家来告郭文贵 那么呢这个很显然郭文贵先生不是法律判决书上的被告 那么呢现在这个这些人呢 他们在北京有一部分人已经打赢了官司 那么这个被告是谁呢 是盘古啊 是政权啊 据我们所知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判决书上被告人的名字 是郭文贵啊 这是我们知道的一个情况 现在呢 郭文贵这个系列法律案件的这个美国的律师呢 他他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认为郭文贵先生是这一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啊 这个实际控制人这个概念就出来了啊 那么您您认为这个实际控制人是不是美国纽约法律 这个制度下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在纽约是怎么回事 以把它搬到郭文贵这个讨债案件之后呢 这个系列的这个实际控制人能不能管用 嗯 我首先道歉一点 因为我对这个41个案件我没有去了解 我也刚开始我也没听懂你的这个诉讼管辖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概念 嗯 那我说说这41个官司都是在国外打的 然后形成了一个判决结果要在美国来执行是这个意思 对 那当然我们会讲后面的这个后面会谈到这个问题 嗯 再让回答你刚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法律上有没有实际的控股人跟法律程序上的控股人 那如果像按照美国的法律来说这只有一个标准 那就是说你的shareholder就是你的这个股东的持股人 股东的协议书上是否是说写名呢 你是股东之一 如果这个股东协议书上并没有这个写名的话 在法律上它既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义务 不能够凭推空说你是实际的控股人 那这个证据是很难找的 OK 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必须要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你可能有获利你也不能说我是实际控股人 对不起我把所有的公司的这个获利我都拿来我要分的 那这个反正是站不住脚的没有任何依据的 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说遭受了诉 那说那个人是实际控股人要去告他去 这个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依据可以来说明这一点 好这个你强调一点就是必须这个白子黑字的写在这个合同书上 这样能够证明他是实际控股人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呀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来看 就是说郭文贵先生呢可能不在这个白子黑字的这个意义上存在 现在这个案件的代理律师他想找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穿破公司的面纱来发现他是一个实际控股人 是这么说的同时呢纽约州的民事诉讼的 强大的证据规则这个规则呢能够让他去穿破这样一个面纱 最终发现他的实际控股人 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 听起来这个不像法律的语言 我觉得这有点像政治的语言 政治的语言因为穿过什么面纱 实际上的控股人 因为还是我刚才说的一点你必须要证明 那你这个证明你就必须拿出很多很多的事实的证明 他是实际控股人包括他在公司里面的分的利润承担的责任 所有在法律文件上股东的证词等等这些东西 都来证明他是实际控股人 那我刚才还是已经说了这一点呢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该怎么去证明实际控股人就是他 如果是这样能够证明的话那我可以说 我也可以说我有很多的证据证明我是这个苹果公司的实际控股人 我法律上没有任何文件那我要求分他的利润 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些事情我想 好 谢谢这个高律师关于管辖权和实际控制人的一个解释 下面我下一个问题我想向您请问的就是说 中美之间并没有这个法律上面的这个司法判决 互相协助的这个协议 那么呢在美国这个法院呢也很少有就是说 中国法院的判决啊在美国的法院得到实施的这么一个先例 所以说呢啊郭文贵先生这个讨债案件的这个面临的一个系列问题 就是说啊这个律师呢就是这个在纽约的董律师 他说他要争取在这个领域创造出一个先例就是美国的case law啊 他要创造一个先例就争取让中国法院的判决通过这一次的追赞案件啊得到实施 从而开创一个先例 他说呢只有敢打先例的判决的这样的律师呢才是一流的律师 那么您认为啊你也在纽约做律师做了这么多年了 您认为这个先例啊能不能搞定 您是怎么看的 美国是一个判例国家判例的这个法律体系 当然很多这个案子的判例作为先决条件成立形成一个法律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美国对外国的这个法律的判决 它有一些明确的规定 不管是行事案子还是明事案子 如果跟国外有地级有国际条约的话 比如说行事案子是引证条例 那明事案子像有些比如说国际贸易啊 象牙还是法庭的这些美国都是签字国的话 它会根据国际条例去执行去 如果没有这些条例来做这个法律的依据的话 美国基本上是不认可外国的司法的这些裁定的 特别是像有些国家的司法不见钱 司法制度不独立 美国是很难让美国来确认说它的判决是有效 比如说中国明显的公认这个是没有司法独立 没有这一个严谨的一个审判制度的一个国家 所以中国的很多判决 美国基本上是不会确认的 你当然也有极少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像离婚的判决 那美国是会跟中国会确认 承认它的离婚判决 那民事纠纷的这样的一些裁定 或者说牵扯的贸易或者是有些案子的判决 我相信要想让美国的司法制度来承认 中国的判决有效 这种先例的创造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像郭文贵先生的这个官司 明显的是牵扯的一些政治上的烙印 那让美国的法院来裁定中国的这些判决有效 我相信不可能 这个东西你倒是很暂停节点啊 在这个管辖权的问题上 你觉得还是有一丝希望 但是在这个司法判决的问题上 管辖权我要补充一点 就是管辖权就是看因为什么事情告他 那如果因为郭文贵先生是在美国 那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呢 又是在美国 因为美国有一个 纽约有一个long arm 这个长辈叫long arm jurisdiction 就是长辈的这个管辖权 美国司法的体系倾向于说 我把很多案子让我美国纽约的法庭来裁定 但这里面有很多其他的细节 这个当我们的后面要问到的 就是管辖权的这个问题 他可以牵强附会地说 我可以有管辖权 但有关中国已经裁定的这些案例的执行 我相信这个是很困难的 好 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呢 因为这个中美之前没有司法协助这个协议 这个也没有类似于美国法院承认中国 司法判决的这种先例 那么呢 最近有个新的动向 就是董克文律师在他的一个信用说明会上 他就提到就是说 我现在绕过司法判决这个难关 然后抄了一条劲道 什么劲道呢 就是仲裁案件 就是说在这个一共四批案件 41个案件 一共四批啊 四批案件 告郭文贵的这个案 债权人的案件一共四批 41个案件涉及到300多亿美元 然后他说呢 在第二批 第三批这个案件中呢 有一些是仲裁的案件 他说呢 这就好办多了 他说 因为中美之间是互相承认仲裁案件的裁决的 他是99%得到了承认 那么您认为就是说 这个案件发现了这个新大陆 是不是真的新大陆 如果这个仲裁 因为纽约也有仲裁的这个机构 也有仲裁的这个程序 如果是在纽约发生的仲裁 纽约的指定的法院指定的仲裁机构仲裁的 我相信它的法律效果是跟法官的裁定是一样的 但还是我刚才说了一句话 如果是国外的仲裁机构 这个看美国跟那些国家 有没有签署这个有关仲裁的这些协议 那据我的了解 中国和美国可能在海运还是国际一些贸易上面 也有可能有一些有关两个国关于仲裁的这些协议的一些规定 但在国内发生在国内的民事纠纷的这些仲裁的这个结果里面 我的印象中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协议 所以如果说这样的暂定阶级是说 中国国内的仲裁可以拿到美国来99%的有效 我是比较怀疑的 因为这个跟在中国的法庭的裁定是一样的 如果说这样的话 中国所有的法院的判决都可以说 我绕过一个法院的判决 我通过仲裁来裁定 然后最后送到美国来执行去 这个实际上是规避了美国司法的 美国宪法的这个叫dual process这样一个法律 因为在美国来说 美国向他规定的非常严厉 如果不经过他的司法审判 那他是不承认这些裁定的结果的 这是美国宪法规定的 那特别是我们对中国的司法制度 这个根本不能够相信的情况下 他的仲裁 因为在西方仲裁是相当于法官的这个裁定的 是认定的 那在中国也一样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可以很多案子都可以绕过这个法庭的裁定 然后通过仲裁的形式来到美国去执行去 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困难的 这里头我记得他提到一个1958年的纽约公约 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中国和美国均参加了一个公约 所以根据这个公约 那么中国的这个仲裁的这个决定 美国的这个会99%的执行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 在这个仲裁这个书里头啊 跟刚才我提到的法院判决的判决书一样 判决书的被告是盘古和政权 并不是郭文贵 那么仲裁书的被执行人呢 也不是郭文贵 而是盘古和这个政权啊 类似这样的一些一些一些被执行 被申请人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就是说啊 郭文贵先生啊 并不是被直接的被申请人的情况之下 在纽约能不能执行 这是我上次问到的两个律师 一个中国律师 一个美国律师 他们提到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说郭文贵 没有出席个司法判决的过程 也没有为自己辩护过 告的直接的这个被告人 或者直接的被申请人 也不是他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 到纽约去申请 关于他的这个 拿郭文贵来作为被申请执行人的话 在法律上就有相当大的问题 他们谈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个律师的观点怎么样呢 还是跟刚才我讲的一样 不管你是仲裁还是法官的判决 还是什么其他形式的这个东西 但因为你不能够证明 郭文贵先生跟盘股公司的这一个关系 所以这就是非常牵向浮昏 那这个作为原告的律师 他就必须有相当多的这个举证的义务 去证明郭文贵先生是这个公司的这个 这个法定这个股份持有人 所以还是一样 这个执行起来 跟刚才我刚才讲的一样的道理 这个执行应该是非常困难的 好 下面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临时禁令的问题啊 这个东西呢 一般的人不太懂啊 就是在一次新闻这个说明会上呢 来自于中国的律师和来自于美国的律师 展示了郭文贵先生的豪宅、飞机和游艇 他们说这些财产是郭文贵先生的财产 然后呢 为了保证他们的这个法院判决能够在美国实行 为了保证仲裁的这个裁决能够在美国实行呢 他们会向法院申请这个 这个preliminary injunction啊 来让这些财产把它先给他扣住 这样的话呢 能够最后把这个财产的执行啊 能够得到落实 那么你认为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谈临时性的禁令 是不是时候呢 纽约的民事诉讼法确实有这些规定 就是有一些强制性的规定 包括你刚才说的 preliminary injunction强制控制这个权 但所有的法官在应用这一条法律的时候都非常谨慎 要求原告的律师提供的证据也非常多 那基本上我相信你应该知道 它基本上要有三个条件 那第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原告你必须要证明你这个案子 非常非常可能要赢 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说你打到最后的结果你必须要是赢的 那第二个如果不发布这个强制执行的话 对原告会造成一个不可挽回的这个损失 这个不可挽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它没法弥补它的这个损失 第三就是说整个它要衡量一个社会的一个平衡 就是说要衡量两个平衡 不仅要衡量原告跟被告之间的损失相互之间的和利益的平衡 也要考虑到整个社会上的一个可能 所以这三个条件必须都要达到 这个条件这个标准实际上是蛮高的 那首先一个证明我刚才说 你必须要证明这个案子很赢 那我们连原告到底是不是郭文贵先生都还是存在一个疑问 那听说后面的 到底是不是被告 到底是不是被告 现在还不能确定 那怎么能让法官的证明这个案子一定打到最后是一定要赢 更何况中国签了很多生意的那种问题 所以这第一条就是很难达到的 那第二条说它不可挽回的 所谓不可挽回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不把这个东西动植的话 它很快的财产消失了 但会造成这个原告很大的损失 但我想郭文贵先生它这是房子 它不可能突然像一个东西突然藏到哪个地方去 它的飞机它的游艇这些东西都是要经过注册登记的 它不可能随时很快就会消失掉 所以这个不可挽回的这个损失也要很大的这个证据要证明去 当然说到最后一个平衡 原告被告的平衡 到底对原告有多大损失 对被告有多大损失 那还要考虑到社会整个社会的平衡 那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个案子牵涉在这个中国的政治的话 我相信法官还是很难下出这么一个这个injunction的这个order 这个即使是下了 即使是下了它也有很多其他的要求 包括很快要听证很快要举例说明 那还要这个有被原告也有很多一定的这个押金 这个这个都是很多细节要求 所以我相信之前的应该是比较我认为 看着你不看好这个临时禁令 非常不看好条件也太能了 这个我相信法官是很难的 对而且他也有后果就是说一旦后来证明这个injunction是错 是个案子是不利的话 那作为被告的地方是可以告原告的 那对他造成的损失 这个包括各个方面的损失 那这个很难的费赔一下 等于是等于是等于是相当于说郭文贵可以去反诉 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这是个双刃件 这个券一般来说律师都比较谨慎 不要善用去 除非是非常非常这个紧急的状况之下 他会采用这个东西 法官也会甚至 感谢这个高律师啊 下一个问题呢 我就想问这个顺达的问题 就是说根据我的一些朋友的这个研究追问 以及这个41家这个纽约这个追赞案的这个董律师先生自己披露的信息 就是说呢 这个案子已经收了两个多月了 那么到现在呢 他一直无法送答 那么根据您的一个经验啊 就是说在纽约州诉讼啊 这个送答有这么困难吗 这是纽约诉讼的程序的一个必经的一个部分 你在纽约要展开一个民事诉讼 首先第一步你要在法庭去要立案 也就是我们叫买那个Darky Number Index Number 那这个案立完了以后按照法律的规定 你有90天 有9个月的时间 你要把这个传票送达给原告 那送达这个是 这个因为是牵涉到美国宪法的这个规定嘛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Dual Process Dual Process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程序 就是说你必须让我被告有个知情权 你不能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你下了判决这是无效的 不管是你什么类型的判决 所以原告有一个很大的责任 就是怎么样把传票交给对方 这个交给对方这个程序 这个方法啊措施啊又很复杂 但不管怎么样 你比方说他有很多详细的规定 你什么时候可以送达 什么地点可以送达 在什么情况下 你可不可以欺骗他送达 然后你可以送达其他的代理人等等 总之你必须是要在 大家比方说你必须是要在星期一 星期六早上9点到晚上9点之间 你要把这个方法交给这个人 除了交给他你还要邮寄给他 送达是一个问题 但我不知道这里面具体细节 为什么没有送达的原因 这个我不了解这个案子的情况 这个现在由于没有这个 就是这个personal service啊 他没有达到没有送到 所以说呢这个董律师就提出一个方案 就是替代的一个方案 就是substitute service 就是说啊一般替代的这个送达方式啊 那么这个替代的方式 他提到了一个律师 就是这个律师呢叫David Boyce 是郭文贵先生啊 在他的推特上提到的一个律师啊 这个画面上有这个律师和郭文贵先生的照片啊 这个律师呢在美国好像还有名气啊 那这个律师呢也曾经给这个41家这个追在案的这个董律师写个一封信 就是说在这个信里头呢他透露就是说他是代表郭文贵的律师 然后呢这个董律师就从这封信里头发现了一个送达的这样一个利好 利好什么利好呢 就是说他可以通过法院强迫这个David Boyce啊 这个接受这个诉状 那么你认为这个董律师说这个说的这个 让David Boyce这个接受这个送达的这个通知的这个可能性有没有呢 很小 很小啊 因为这个律师如果是在董克文先生在案子立案之前跟他的一些联系的话 那这个就算他的信件明显的说了我要代理郭文贵先生的41家的这个诉讼 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法律上意义的代理 因为这个代理只能是说你送达了传票以后我来告诉你我证实代理 这只是在一个案子诉讼之前的一些谈判 这并不能说明他已经正式的代理这个案子了 如果他并不正式代理这个案子的话 那法官就不会强迫他来作为一个接收传票的一个代表 所以只有说在他的案子已经正式明确的说了郭文贵先生跟他签了这个协议 所以我来委托你来代理这40个案子 这才能够说真实说他能是代理他 否则我相信法官也很难下这样的秘密说 强迫他来接收这个传票 这个东西也有麻烦 好啊下面呢我转到一个跟这个直接的律师业务可能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在法院受理案件以前 就是等于你正式进入这个案子的 你甚至这个discovery都没到这个阶段 这个你是不是作为一个律师开这么多次记者招待会 你从一个专业律师的角度来看 这个记者招待会是不是你们这个专业律师的诉讼战略的一部分 或者是一个罕见的一个战略 那你怎么看呢 我不认为开启的招待会是作为律师诉讼的一个策略 或者是一个战略或者是什么 因为在美国的历史界里面 基本上真正的一些律师的话 不但是要避开不但是不会开启招待会 很多律师就是尽量的避开媒体 不愿意向媒体透露任何案子的情况 这一点我们相信你们大家看 美国发生的一些案子的时候 问那些律师律师 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会说任何事情的 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无可奉告 因为作为律师的职业道德来说 他是不会把这个案子的情况来透露出去 在很多诉讼过程中都是这样 都尽量的不要把这些information告诉出去 所以我不认为一个律师可以说 通过发布记者招待会来达到什么其他的策略的影响 因为到最后法官去裁定审理这个案子 他也不会说看你的媒体什么其他的报道 这个我们也看到了 有些陪审团是禁止看新闻媒体的报道的这些刑事案子 所以这个做法呢 我觉得还是有点中国式 这个中国式的这个思维方式 这个总是要通过媒体来 当然这个案子的诉讼本身可能有政治的因素在里面 占了很大很大的程度 但我觉得媒体的这个参与开机的招待会的这个东西 并不能够对这个案子的实际的这个法律的进程 做很大的这个起很大的作用 那么我反问我追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您刚才说了就是律师一般的是尽量的回避 跟新闻界去打交道 那么当这个律师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 你认为他又图的是什么呢 这就很难是判断这个在这里面的背后的代理的这些情况 当然我不了解这个具体代理的情况 但我只是说作为律师来说 如果是打官司的话 一般的尽量的 我不会把我的案子的情况到处去公布给别人 包括我的诉讼没有送答了 我采取什么措施啊 这个不但不会说 而且我会还会保密 因为我不想让这些东西都报告和媒体 那如果我把这些东西告诉出去的话 我不知道这个意义是什么 是为了向原告那一方来显示 我还是有办法来继续下去呢 还是是因为什么下的原因 这个因为每个律师它有不同的这个行为方式 做事方式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只是作为我来说 我如果牵涉几个诉讼 我会尽量的把有关的信息都会 都会不会跟任何媒体来讲 这是我的执意 这个不仅仅 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叫法律的规定要求 就是那个Attorney and Client Privilege 这个就是律师和客户之间的相互的一些信息 当然律师的运作的这些过程 也是一个律师的这个需要保密的地方 就是我律师的工作 我怎么工作的 不仅仅对方的律师没有权利要求知道 连法官也不能说要求我的逆时的product 是要去公布给你的 但我主动的把它公布出来 这个我只是觉得这个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这个没有意义 好啊 那说明你这个透明度不够嘛 下个问题跟这个律师的这个职业道德 或者职业伦理有关系 因为呢 考拔以前都要考律师职业伦理嘛 虽然我没考过拔 但我知道这个要考这个东西 啊 这个职业伦理是什么问题 就是说在一个律师没有把案件弄到法庭去审办以前呢 啊 在在法在这个记者会上 或者在公开场合下 说这个被告方是无赖啊 是这个这个什么数字太低啊 说这些东西呢 这个东西涉不涉及到律师的职业伦理这些问题呢 啊 美国是个严谨自由的国家 当然律师职业道德 达到说要掉下他的牌照这种程度的时候 啊 我相信仅仅只是这几句话 还不至于到那种程度 嗯 那但作为一个专业的律师来说 啊 我们很少看到说 他会在公开的媒体里面去指责被告的 用一些词语去对被告非常这个 啊 恶劣的词语去攻击去 我相信一个啊 正直的律师 一般来说很少用这样的语言去说去 但 严谨自由我刚才跟你说过的 嗯 这个 这一点 经纪这一点 倒不至于说因为他的 影响他的执照啊 或者是 或者是什么东西 嗯 这个 这个每个律师 每个律师不同的风格 嗯 说了就说了也许是 这反正是这个 这个 伦理方面对他没什么办法啊 啊 也不会把他照给拿掉啊 这是啊 这是一个问题 自我控制的问题啊 下个问题呢 我想争议比较大 就是 啊 我曾经采访了董律师 我就是我问他就是说 啊 有人批评他是烂诉啊 就是说你根本不 没有管家权啊 也不能执行啊 穿 这个这个判例的这个创造啊 那么难呢 你居然还要去去诉讼 甚至于你呢 说要把这个官司 打到最高法院去啊 这样的 也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批评他烂诉 然后呢就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要接这个案件 那么很多人就说 这个案子背后有政治动机啊 啊 有什么问题 然后他有个回答 就是说 我才不管你这个案子 有什么动机呢 啊 只要我按照美国法律 打这个官司 就行了啊 那么 我现在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所以你们这个专业律师 就是如果你明明知道这个案子啊 可能有严重的政治背景 那么你们是收这个案子 还是不收这个案子 或者是你们怎么样看这个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美国的历史来说 啊 因为你不能说 因为被告是一个什么人 或者被告有什么政治背景 然后我要收还是不收这个案子 这个在法律上 并没有说一定限制你要收 或者你不收 因为你背后的这个政治背景 啊 啊 那我如果我代理这些毒品犯罪 那我历史要接受他的吗 当然很多历史也是接受的 那又代理说 中国的贪官物理逃到美国来 要新求保护要代理吗 当然是可以 因为你是按照美国的法律 你是美国的律师 你的代理人 不管是什么样的背景情况下 你都会接受这个案子 就是说背后的这个背景到底是怎么样 是不是有这种政治背景 那一般的律师来说 那只要你顾请我 那我当然这一点我同意董律师的说法 我才不管你背后的政治背景是怎么样 只要你愿意请我这个律师 那我就可以带你这个没什么问题 所以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一个滥素的这个问题啊 在美国其实立案的标准是很低的相对的 也就是说你要到我曾经碰到法官 你法官都跟我讲 那美国是个free country 你可以告我 我可以告你 我可以告任何一个人 就是everybody so everybody 就是你可以告任何一个人 所以这一点作为律师来说 他并不违反职业道德 那他如果有人要请他要告那个人 当然律师的职业道德 他说在接案之前有一个叫先机的一个判断 这个判断是要要求的也有的 就是基本上你不能说无中生有编造一些东西 完全凭空没有的东西去告去 这个是不可以的 但这个案子我们不能不说 他里面还有很多线索 很多东西他可以去告去 所以你要把因为这个案子带你来告他 把它编成一个叫滥素 或者是毫无目的的这个叫frevenison 那个lossal的话 到这个程度的话 我想应该是很难 应该不至于到那种地步 至于说律师个人选择案子的标准 或者是什么 我们在美国待的时间很长 当然很多律师选择的就是说 你愿意付给我 我觉得我这个案子有一定的基础 那你愿意按照这个 我相信这个案子是应该按照小时来计算的 美国搜索的案子都是这样 那我就会接下去 就是说律师能不能保证说 最后我能够打赢这个官司 没有一个律师可以这样保证 也没有一个律师在法律上 允许你这样去跟客户去承诺 说我一定能打赢这个官司 那就是说最后打的情况怎么样 那完全是看一步步的发展 所以我认为接受这个案子 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线索在里面接受 它不是说凭空的编造来的一些东西 但是最后他要赢这个案子 我相信是困难充充 有一个现象我想请您解释一下 就是说也许是法律的 也许是法律之外因素的一个分析 就是说这个四十一家案件在北京 这是一串似的 到了一家律师司务所 而且这个律师司务所在北京的业界 在同类型的业界里头 也不是很有名气 应该这么说 另外那个美国律师 一个采访的美国律师他也说 他说所有这个案子都跑到一家公 一家律师司务所去做 也不明智 他说万一一家有一个塑料 那别的人怎么办 对不对啊 所以人家会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头 才算是正确的战略 那现在的问题是呢 四十一家全部委托一家律师务所 而这四十一家律师务所 那反过来呢 把所有的案子都交给了纽约的一家律师务所 那么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种委托方式 中间有任何问题呢 美国人美国律师的思维方式 按照美国的这个司法的习惯 或者按照正常人的思维 但这个案子的背后的动机 当然这个我相信至少在中国国内 这个动机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作为四十一家的媒体 集中在一个律师楼去送送去控告一个人 按照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收送来说 这个都是不现实的 这个都是不合情合理 我怎么四十一家人同时找到的一家律师楼 特别是这家律师楼并不是说 我不知道那个是哪一家律师楼 我也不是很有名气的 怎么可能同时找到一家去 然后一家又全部委托给另外一家去 这个确确实实实在你背后 但因为我不了解背后的情况 但我只是相信这里面一定会有一些其他的运作在里面去 否则很难相信四十一家送送都会找到同一家律师楼 这个很困难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高律师就是说 我知道你们律师喜欢在法律的范围以内讨论问题 但是呢美国有一些很了不起的律师啊 他也会越过法律来讨论问题 像你刚才啊您呢也越过法律讨论了一些问题 就是说你认为这个四十一家律师 这个告郭文贵先生的这个追债案件啊 有政治因素吧 你提到这几个字 另外我记得就是郭文贵先生聘请的那个大律师 David Boyce给董克文先生的信里的话 他也提到就是说 这个诉讼是北京围剿这个或者是摸黑郭文贵先生的 战略的一个部分 实际上就这么大牌的律师 他也是指出这个案子后面的一个政治的因素 那么你如何看待就是这些系列案件中的这个 所谓的政治因素呢 这个已经超出了这个法律上要讨论的 但正如你所说的 每个律师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律师 总会有我的政治一些观点 所以我也想今天借这个明镜的这个电台啊 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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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郭文贵先生这个事件的一些看法 自从郭文贵先生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其实在中国的这个圈子里面 引起了很大很大的反响 也在海外民运圈子里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先生他的这些这些行动 我个人的观点 这个我觉得中国的民主化的进程 是一个很宏大很宏伟的一个运动 这个这一场变革社会变革 是需要所有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来参与的 我们不仅要有些专家学者 这些职业的民运人士来参与这个运动去 我们也要一些中国普通的老百姓走上街头 去抗议、集会、示威 我们当然也欢迎像郭文贵这样的先生 这样的一些商人 来投与中国这个民主运动过程中 而不再只是关心自己的这些财富 自己的生意 我们当然将来更欢迎说 如果中国的一些官员 党政军警的一些官员 投身到中国民主运动上 那这个都是我们所要欢迎的 我们不能够仅仅只是寄托说 我们自己的这一些所谓的专业的人士 来从事中国民主运动 那这个气度、那这个观念 我觉得是我们所有这些人 现在在郭文贵这些事情上 纠结来纠结去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有些朋友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自从郭文贵先生从几个月开始来 才是挑战中共以后 我觉得他挑战的主题是中共 特别是王岐山这个人 那这是他的一些主题的思想 那我不知道尽管说 我在第一次采访的时候 我已经说过 我可能说郭文贵先生的有些话 有些观点、有些数据是值得怀疑的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 他说的那个王岐山这个人 真正的就是一个不是贪官 恰恰相反 王岐山本身就是一个贪官 我在这里我也向大家 当然跟郭文贵先生的 透露的那些海航的事情可能没有关系 其实王岐山真正的摆手套 是一个叫田国立的这个人 大家可以好好追踪一下这个人 郭文贵提过这个人 提到这个人了吗 提过 我不知道 我说老实话 我只是看了一次郭文贵先知的头像 田国立这个人才真正是郭文贵的摆手套 不是 是王岐山的摆手套 不是郭文贵先生的摆手套 王岐山的摆手套 对不起 王岐山的摆手套 这个人是湖北财经学院79级的 这是后边人 一直在跟着王岐山在这走的 所以我不想去说那些细节 关于郭文贵先生的这些 举了很多例子的细节 那王岐山确确实实是一个探官 那我们为什么就是说 郭文贵这个先生这些事情发生了 还有他的YouTube 中国有成千上万人的观看 为什么 这些人也是有判断能力的 而且很多人都是当事人 他们更知道郭文贵先生说的是真还是假 但是当然他们为什么没有反对呢 为什么他愿意听呢 因为他说出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心中想说的问题 那就是习近平王岐山利用反腐的名义来打击一击 其实他本身就是个贪腐分子 那这也是说出了很多中国人清晨的话 所以大家愿意听郭文贵先生的话 所以我在这里我还是想记这个民进电视台 再一次跟大家呼吁关于这些方面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到大不表 应该再纠缠到郭文贵先生说的这件事情 你能上是不是站得住脚啊 数据是不是充分合理啊 是不是正确啊 我们要看到他在挑战共产党这个制度 这个目的和我们所有海外的民运朋友是一致的 那站在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就不应该再去攻击他个人 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我想记这个电台 我也想跟郭文贵先生带一个话 这个话是什么呢 就是说不要把这个你伟大的一个 推进中国民主事业的这件事情 变成了一个个人的一个争纷 变成了一个个人的那些攻击 比方说攻击人家的这个私生活啦 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呢不但会伤害那些被攻击的人 更重要的也会伤害郭文贵先生自己 对他的形象不利 所以我相信我在这个地方借这个电台 我还是再去呼吁一下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致起来 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 那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国的民主事业的革命 那这个这个革命这个变成是需要所有的人来参与的 我们今天有郭文贵的同事参加过来了 郭文贵先生那我们为什么拒绝他呢 我们为什么要去批评他呢 那这实际上是在帮共产党的忙 共产党现在是请所有的媒体司法还有其他方面都去打热郭文贵先生 我们不应该放这个忙 这是我的作为不是律师作为一个我关心中国政治的 我有多年从事中国民主事业 这个我个人的观点 这个没想到你是律师里头的革命家 应该是这么说是吧 律师里头革命家 另外一点我确实是对郭文贵先生呢 还有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一些个人的一些纠缠呢 因为我确实不了解 因为我也关注的太少了 那我当然也要提醒就是有一些人 因为出了个人的一些利益 或者是个人的一些性格特征 在里面把事情搅得很复杂 趁着郭文贵这个先生这一次这些事趁机挑出来 像有些人是可能很多年说话都没有人可以听的那些人 突然听到这些打着郭文贵先生这件事来跳出来 这就把事情弄得更复杂了 所以郭文贵先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这个目标是中国这个共产党 而不是民运的这些朋友 这个我相信这个大方向应该掌握住 您是这个我这从刚才我采访你来看 你并不知道郭文贵先生这个一系列事件的很多细节啊 包括这个田国立啊 但是你跟他有不谋而合之处 就是田这个人了 确确实实给我点个点个名字 他撿到了 我没有看到 对他点到了 我是从另外的途径 对对 但是你们的信息是契合的 就是这意思 就是互相印证的在某个意义上 但是我还想问一个就是说 也许跟您这个没有直接关系 就是说你接受的都是一些律师和专业人士 就是你们在这个聊天之中 就是对这个事件 他的法律意义啊 和他的政治意义的看法 是不是刚才跟你说的有一次呢 还是差异很大呢 我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说作为一些有些律师的话 他要接受案子 他可能不一定太关心这个政治 我们前几年也看到有些律师 那代表10亿中国人的大官司 这个要送过这个上百亿的 这个有些律师他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 夸张的一些想法 或者有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那我刚才跟你说过 不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可以说 要调教他执照或者怎么样 因为作为一个律师来 比如作为一个人愿意来付你的费用 来让你来立个案来诉讼 那很多律师可能会就欣然接收了 那律师特别是按小时的收费 这个过程中都会有很多 这个按小时打多长时间 当然一旦接受案子的话 很多律师没有一个律师都会说 我对他完全没有信心 我打不下去了 我接受了我会找出一些不同的这个法律研究 然后来证明我还是有办法 能把这个案子进行下去的 当然这个实际上可能内心深处 对这个案子有一个判定 这个包括其他的普通的律师 因为你开展一个诉讼 我刚才说了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 只要你给我 我就会在法庭去立案去 然后来开始来送大这个传票 所以我不知道你理解我说的意思没有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 我现在想问的是说您接触的一些专业人士 对这个郭文贵整个事件的一个看法 刚才你已经谈到这一点 是这些人是想保持距离 你作为一个旁观者 还是一个像您这样的就是律师中的革命家 有很多人在支持他 到底是哪方面的人多一些或者怎么看 我想介绍让你介绍法律共同体 这个里面的人那些看法 我接受的历史里面 我们有时候会聊的这些 大家就专从历史的角度来讲 这个是一个闹句了 这个诉讼啊 就是说弄一弄啊 因为这些年我们打开这些官员这类的案子的诉讼 你最后看到都是不了了之的 对吧 但也有一些历史给钱我就告你啊 那可以啊 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对吧 就是说政治背景的那边这个不了解 因为我们也不了解每一个历史 跟中国政府的这个关系政治的背景 为什么会把这个案子会接过来 或者为什么会点了 这个我们确实完全不知道 因为这个是背后的这些东西 因为除了这个41家案件以外 它还有别的案件 也在这个同一家律师事务所 包括在纽约直接起诉的诽谤案啊 这些东西也在同一家律师事务所 他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 这个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刚才也说过也是一个诉讼比较频繁的国家 那特别是他有些钱 那会议很多人 就像我们报纸刚刚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 那个康州得中的那个7亿多那个奖的人 不应该很快的公开自己的这个身份 因为很多诉讼都会来 那郭文贵先生不管是真是假的 肯定是有一些经济实力 那这个诉讼都会来一些 我相信他在美国生活的这件事情 应该心理应该有个思想基础 应诉这些诉讼那是很正常的 但是要知道诉讼要有另案 要有送答 这个没有送答 没有service 没有personal service 很多案子都是没法成立的 那即使是送答到了 那对方能不能跟你纠缠下去 不停的上庭打官司一年两年 能不能付出这个历史费也是一个疑问 这个所以我不奇怪 郭文贵先生在美国留约会有很多很多的诉讼 这个也正常 感谢高光君律师今天从专业的角度 从政治的角度 谈到了郭文贵系列官司中的一些法律疑问 感谢按小时收费的高律师 今天抽出了一个小时来解答我们的一些问题 我代表观众感谢你 也代表也感谢我们的观众 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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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